柳如烟牵着她的小男友 风光无限地出席颁奖典礼 把本因属于我的奖杯 轻描淡写地送给了别人的时候 我突然就释然了 六年的相濡以沫 竟然比不过一场秀 这个奖杯对我意义非凡 我本以为他懂 后来在聚光灯下 我强颜欢笑 对着镜头祝福他们 百年好合 柳如烟却在此时 固执地要给我冠赏 季先生的名号 仿佛在提醒我 过去我所有的付出和等待 不过是一场笑话 而当聚光灯同时 照在我和伊藤城身上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 看向柳如烟 他的眼神 却只停留在他身边的 小男友身上 柔情似水 这一幕比任何语言都伤人 六年了 我失望过无数次 这一次也不例外 从柳如烟牵着伊藤城的手 高调出现在媒体面前开始 我就知道 这个奖与我无缘了 粉丝的尖叫声中 每一句 好甜啊 磕到了 都像是无形的巴掌 打在我的脸上 因为我 才是柳如烟名正言顺的未婚夫 只是他从不承认 所以没人知道 连同我这些年的真心 一并被埋葬 台上的主持人 举着话筒 宣布着今晚的最终赢家 我呼吸微致 攥紧了拳头 一旁的王姐 看出了我的紧张 轻扶我的手 安慰道 别紧张 这个奖项 十有八九是我们的 我苦笑着 心里却明白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话筒声响起 宣布着伊藤城的名字 我身上的聚光灯骤然消失 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 也随之破碎 王姐错愕地看着我 场馆妹的气氛 冷静地让人窒息 台下几人窃窃私语 无人鼓掌 直到柳如烟带头鼓掌 其他人才开始纷纷响应 柳如烟的面子 没人敢不给 她是娱乐圈最大的资方 她想捧的人 没有不活的 她一句话 也足以让人在圈子里混不下去 我看着柳如烟 微微侧身给伊藤城让道 宠溺地摸着她的手 那一幕 让我心如刀割 伊藤城在台上致辞 感谢了所有人 包括柳如烟 还有我 镜头对准柳如烟 她没有过多的表情 只是温柔地笑着 看着台上的人 她在看向她的月光 而我 不过是一颗黯淡的心 王姐轻拍我的手 我却只能苦笑 柳如烟亲自下场 将本应属于她未婚夫的奖项 送给了男友 这一幕 多么可笑 伊藤城在台上 特别感谢了我 说我教会了她成长 她捧着奖杯 笑得天真烂漫 我却在她的眼底 看到了挑衅 我在聚光灯下起身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 也特别感谢伊先生教会我放手 我极力克制情绪 但当晚 纪博达失态的词条 还是冲上了热搜 同一时间的热搜 还有 纪博达与金秀九奖无缘 柳如烟一腾城好甜 一腾城走后门 坐在保姆车上 我点开实时广场 一片混乱 那些恶皮 看得我胸口发闷 我反复点开的聊天框 最新消息停留在一个星期前 那是我说要给她一个惊喜 没有回复 拧巴的人 永远在期待 别人能读懂她的隐喻 可惜 六年前的承诺 她不记得了 一周前的惊喜 她也不记得 其实 这本身就是不在意 委屈的情绪压抑在心中 泪水控制不住地从眼角滑落 王姐吓了一跳 慌忙按灭我的手机 把我揽进怀中 安慰我 人生路还很长 你这么优秀 以后奖项还不是拿到手轮 回去好好休息 别瞎想 你的努力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还有机会的 不会有机会了 我抹去眼泪 笑着对王姐说 好 回到家 意料之中的 柳如烟不在 我的视线 一寸一寸地扫过房间的角落 判断着哪些东西需要搬走 每跟柳如烟生一次气 我就拿走房间里的一样东西 统统用纸箱子盛装好 堆放在门口的墙角 土黄色的牛皮纸箱子 与室内装修格格不入 余光带一下就能看到 柳如烟却一次都没有发现 她眼瞎 我也眼瞎 视线最后定格在床头 摆放着的陶瓷水杯 那是柳如烟六年里 唯一送过我的礼物 我随意地将手机丢在床上 将整个人埋进床榻 屋里挂着的时钟 滴答滴答地响着 扰得人心烦意乱 无法言喻地无力感淹没了我 我强迫着自己冷静 零零零 手机铃声响起 我还是心急如焚地扑过去 仍抱有一丝期待 是她 是柳如烟 我手忙脚乱地接通电话 听到的确实 热搜澄清一下 就说奖项是你自己不想要的 我头脑有些发猛 什么热搜 对面吃笑一声 没有回应 我画出通话界面 点开微博 实时广场骂声一片 资源卡怎么了 你们懂什么 季大少爷闯闯娱乐圈 玩玩而已啊 小哥哥 见不见了 拿别人当枪 自己又隐身了 怎么不得奖 嗯 是不小吗 不是你的永远也不是你的 眼红跳脚也没用 指尖微微颤抖 点开相关博文 伊藤诚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也感谢有你 配图是他一手捧着奖杯 一手托着蛋糕 冲着镜头甜甜的笑 新型蛋糕裹着厚厚的奶油 梦幻又可爱 上面堆着两个小人 像极了一对热恋情侣 我看着有些发酸 这些明明都属于我 但我却像个小偷一样 偷窥着别人的幸福 在清一色的夸夸评论中 有一条评论格外刺眼 何其正 厉害厉害 还配了个鼓掌的表情包 但带着热搜词条赫然是 伊藤诚走后门 何岛亲自下场 电话没有挂断 我又重处了一遍 声音有些沙哑 什么热搜 是这个吗 让我去澄清给伊藤诚保驾护航 梁九对面才倾笑出声 纪博答 别装 这个热搜怎么来得你自己清楚 先前努力压制的情绪 又如洪水一般涌来 这下连自己都骗不了自己了 我握紧手机 第一次挂掉柳如烟的电话 放任失控的情绪操控着我 在房间里尽情宣泄 有一种爱 是插在心上的尖刀 舍不得拔出来 便只能忍受 哭声掩埋了指针跳动的声音 越过十二点 新的一天开始 明天会不会变好我不知道 但睡一觉 我或许可以重新想点办法 柳如烟是在凌晨回来的 我躺在床上 刚有一点的睡意 被楼下的动静搅散 没同往常一样 去抱她 去亲她 称怪着埋怨她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我拽过一脚被子 将自己藏在里面 我知道你没睡 身后的声音着实不太友善 柳如烟见我没反应 伸手将我从被子里拽出来 视线触及我微微红肿的眼睛 柳如烟的脸色有些僵硬 语气微微放软 不澄清 就算了 如恩赐一般 我坐在床上 频繁地眨着眼睛 强忍住眼泪 柳总 你知道澄清是什么意思吗 纠正错误的谣言 还事情真相 一腾成不就是走后门了吗 走的不就是你这个后门吗 柳总 到底哪句是假 需要我去澄清 气氛死寂地叫人窒息 柳如烟双眸微微眯起 我因为今天的是生气了 阿诚在因为热搜的事难过 你先澄清 下次想要什么奖我都给你 我不该生气吗 那个奖代表什么 他真的不知道吗 他秀丽的脸上挂着冷意 显得唇角那一抹厚重的奶油 格外刺眼 我猜他现在的嘴角一定是甜的 不自觉地想到 一腾成手中捧着的蛋糕 原来在陪着他庆功啊 刹那间心如针刺 细密的痛感难输难度 从前我也给他做过蛋糕 他说不喜欢吃甜的 所以那些成满爱意的蛋糕 归宿只能是垃圾桶 我们注定比不上它们 我们分手吧 我成全你们 我们结束了 良好的家风从小就教导我要克制情绪 可此时也不由得被愤怒滚鞋理智 扭着身子 想逃离这片空间 然而手腕猛地被钻紧 屋里没开灯 昏暗的夜色被窗外树影切割成碎片 明暗交错在他身上 叫人看不清神色 纪博答 我建议你收回那句话 语气没了往日的柔情 冷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建议你 不要建议 手上的力道加重 我这么正 无果 不要跟我耍性子 因为阿诚的事我已经很不爽了 纪博答 你太不听话了 他把我的这些异常都归结为不听话 短短几个字 将我的骄傲 自尊 委屈尽数抹去 这就是我喜欢了六年的女人 他拽过搭在床头的外套 一脚勾倒了放在床头的陶瓷水杯 砰 水杯落地的声音 这是他这六年里唯一送过我的礼物 嗯 碎了 柳如烟的脚步顿了一下 还是没有回头的走了 门被他摔得震天响 像是在宣泄心中的不满 看着他离开 突然在想 我们在一起六年 比起他的脸 我好像更习惯他的背影 有时候喜欢一个人 真的就是莫名其妙 可能是他穿的某件衣服 一个关心 一个微笑 总之就是能莫名其妙感动你 然后就心动了 所以不喜欢一个人时 也可以没有原因 柳如烟走后 房间重新归于平静 漆黑的夜里 只有床头内盏小菊灯 勉强维持光亮 他就坐在我前面 穿着白T恤 身上散发着柠檬的清新造脚香 阳光透过窗户打在他的侧脸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词闪过 好看 他做得很快 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胶脚后 偷偷撕下他桌脚的姓明天 柳如烟 一个不知道我青春期念了多少遍的名字 想看他又不敢光明正大探他 以至于在夜深田梦中 出现的都是他模糊的侧脸 可模糊的瞬间 本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加分项 清新的柠檬香 精心设计的转角偶遇 犹豫了一万次才小心翼翼对上的眼睛 曹岛纸上不经意间写下的名字 少年的喜欢总是小心翼翼 所以他快毕业 都不知道我是谁 只知道我是一个学弟 很优秀的学弟 我不甘心 不想隐于茫茫人海 不想成为过期的船票 在毕业晚会上 我告白了 那时的他读了电影学院 开始接触家族企业 穿着黑色礼服 清新的柠檬香 也变成了更加成熟稳重的檀香 暗恋就是一场成功的雅剧 但说出来就变成了悲剧 握着表白信的手 因为用力指尖微微发白 他没有收 什么也没说 可拒绝意味明显 我不甘心 却着性子问 是我不够好吗 我要怎样做 才能看到我 简单到像是在问一道物理题的答案 柳如烟像是真的在思考这句扭捏的话 成为足够明亮的人吧 我顺着他的视线 是江岸对面的巨型广告评 所以加油吧学弟 计划在心里生根 并为此付出了六年的青春 可第七年 退婚的事 你还爱他吗 柳爷爷替我倒了杯茶 这个问题我每次来 他都会问我 还爱柳如烟吗 从前我一定会斩钉截铁地说 哎呀摸着茶杯 感受热茶的温度 我犹豫了 沉下心来想想 好像一开始我对他的感情就说不清楚 我不清楚那是不是喜欢 但有人叫他的名字是 我会比他先抬头 几千人的礼堂里 我一眼就能找到他 青春时期的我 将这定义为喜欢 仔细想想 坚持这么多年 是真的喜欢他 还是被拒绝后的不甘心 亦是爱从前那个勇敢的自己 我分不清 但也不重要了 无论是什么 我都不想要了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柳爷爷叹了口气 拉着我叙叙叨叨很久 我要走时 他突然说了句 如烟 也是个可怜人 他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在意你 我顿了顿 没有停下脚步 下楼时 柳如烟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好像意识到 分手不是我说的玩笑话 脸色阴沉的吓人 我装作没有看到 静止朝门外走 纪博答 你走出这个门 我们就彻底完了 收回分手的话 只要你服个软 我可以原谅你 依旧是这么高高在上的态度 像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可怜吗 我不觉得 我们也吵过架 可这六年里 很少会有这么僵持的场面 距离上次 太久 因为什么事已经记不得了 在他面前 我难得的有骨气 跟他吵 跟他闹 最后他用一个杯子 就将我哄好了 他亲手捏的陶瓷杯子 上头还有我和他 两个小人 和一腾成蛋糕上的小人一样 像热恋的情侣 那时我开心了好久 可惜 碎了 其实我很好哄他 一个礼物 一个笑脸 甚至一个眼神 我就服软 所以我和他之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总是习惯性的 等着我低头 就如现在 以至于他都忘了 原本我也是一个 极其骄傲的人 一个不愿低头的人 要不怎么可能追了他六年 我连余光都没分给他 昂着头往前走 外面阳光正好 照在我身上 消散了指尖的良意 我的人生还长 还有很多的六年 不应该被困在这 我们这段感情 很少人知道 分手的时候 也格外轻松 不用费尽心力的 去跟谁解释什么 别墅里属于我的东西 早就被一一收整好 茶不是突然凉的 人的离开 也不是毫无征兆的 铁了心要断干净 我掏出了 关机已久的手机 拨通了王姐的电话 严谨一概 我要退圈 父亲已经不年轻了 任性了这么久 也该让所有的事 回到正轨 王姐没有多说些什么 只是声音有些哽咽 下定决心了吗 嗯 王姐办事效率很高 发送退圈博文后 有粉丝惋惜 有黑粉得意 好突然啊 哥哥 我们会想你的 一定要天天开心 资源咖完够了 回去继承公司 有什么好惋惜的 哇 终于滚了 大快人心 最好永远别回来 我得不到柳如烟的爱 也接不掉身上资源咖的标签 和时间无关 不被爱不是我的错 出身好更不是我的错 我够努力 也足够幸运 将岸告白 再见柳如烟 是在家族的聚会上 他是柳家千金 我是技嘉少爷 豪门联姻 我同意了 他也没拒绝 我成了他的未婚夫 父亲那时候就说 柳如烟不适合我 我哽着头说 我们会幸福 放弃了父亲的栽培 和家里闹翻 跑去读了电影学院 成了大明星 只能说老一辈 看人的眼光确实毒辣 父亲一眼就看穿的事 我用了六年才明白 我开始重新学习管理 从小就被当做继承人培养 再使起来 没我想的这么艰难 主要得益于我的父亲 为我铺好了路 连我任性的成本都算了进去 我以为 我和他至此结束 可柳如烟用行动告诉我 没有 我和柳如烟一前一后进入别墅 还有柳家的照片 被狗仔拍下了 每次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间太过暧昧 容易引人遐想 本就劲爆的话题 加上刻意的运作 热搜爆了 娱乐板块鲜红的大标题 知名男演员 集团继承人纪博达 为爱当三 早已注销的微博 无法宣泄粉丝的怒火 大批黑粉 包括所谓正义的路人 跑到公司官号下 怒骂 纪博达 你真的见死了 奖项抢不了 就抢女人是吧 小三 真的该死了 臭不要脸的 以后既是旗下产品 不会再买 怕被传染成小三 你是继承人 生来就什么都有 阿诚只有刘总 你还要犯件去抢 大批粉丝有组织的 开始抵制公司产品 引得各路股东不满 舆论高涨 热搜高居不下 王姐办公室急得乱转 伊藤诚发博引导粉丝 热度不太好撤了 点开伊藤诚最新一条博文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明说 我们公平竞争 我知道他很好 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很长的一大段话 我没有这个耐心一一读完 公关部门在跟我商议公关策略 我看了下手机 没有新消息 这件事柳如烟最清楚 可他没有解释 没有澄清 停止失望 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期待 或许已经麻木了 心脏竟没有抽筒 拍板了公关策略 澄清博文一发 立刻被粉丝侵占 还依法追责呢 无嘴那套真是让你学会了 敢做还不让人说 来来来 有本事你告我呀 小三 就是贱 事情就是这样 每个人各执几件 不管是资源咖还是小三 我说没做过 有人信 自然有人不信 标签化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就像资源咖 哪怕我从一开始 就拒绝了父亲帮主 独自从跑龙套到男主角 可一旦被人贴上标签 你的成功只会被归结为 深厚的光环 不会有人看到你的努力 他们只是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去否定你的成功 但我自己知道 我本来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这就够了 热度一点点往下降 偏偏这事柳如烟往里添了把火 他发了微博 官宣旗下一人跟济世的产品代言解约 甚至不惜赔付违约金 柳如烟在用他的方式 宣扬他的不满 不满我先替分手 不满我不替一腾城澄清 所以他也不澄清 他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他在等我低头认错 评论区全市 磕到了 市值受损 公司股票持续走跌 各大股东对我这个空降的不满 此刻都有了理由宣泄 看来纪少爷还是更适合娱乐圈 这才刚上新的产品 纪少爷是要害死我们 现在不仅抵制我们的产品 甚至造谣产品有质量问题 王姐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紧了紧 冲着我轻轻摇了摇头 现在的情况我不适合再开口 指甲身陷整心 像是察觉不到痛一样 再等等 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让你嚣张一回 这一步 只能稳 不能急 草蛇灰险 浮沫千里 舆论发酵了两个月 好戏也该开场了 纪市的新品发布会上 各路记者将我围得卖不开脚 纪少爷 您怎么看待最近的这些事 纪少爷 请问您真的插足他人感情吗 纪少爷 纪市的产品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吗 我在王姐的保护下 进入会议室 无数的闪光灯袭来 次的人睁不开眼 记者纷纷将话筒凑到我跟前 纪少爷 您和刘总到底什么关系 孝友 那您多次被拍 与刘总出入豪宅又做何解释 谈合作 顺带拜访长辈而已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纪市的产品 太过官方性的回答 叫这帮蹲守了两个月的记者 兴致缺缺 一时会议是安静的落真可闻 柳市单方面斩断合作 是不是已经证实了 贵公司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您当第三者 插足他人感情 对于这件事 您就没有什么想对 刘总和一先生说的吗 收起礼貌性的微笑 我打量着一旁发言的男记者 戴着黑矿眼镜 脸庞稚嫩 像是刚入社会的大学生 我伸手挑起他胸前挂着的工作牌 你是诚心的记者 请记少爷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那个男记者将话筒又靠近了我几分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人冤枉你吃了他的东西 你不要剖开自己的肚子里正清白 应该挖出他的眼睛咽下去 让他在你的肚子里 看看清楚 许是我说这话的表情太过骇人 吓得那个男记者后退了两步 我摊摊手 继续道 当然相关需要配合调查的地方 记事自当配合 不过 贵舍的作风 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 言之凿凿的咬定我是小三 现在标题还在期刊头版挂着 陈兴报社是吧 等着收律师函吧 记事的法务可不是吃素的 我也不是 王姐事实推门进来 最新的抽检结果出来了 我伸手接过文件 对着镜头一页页的展示 扫到最后一行 各项产品指标抽检合格 挑了挑眉 拽过一旁的话筒 各位记者朋友和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都可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最后 以学弟的身份 还要助刘总和一先生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 我在闪光灯的拥促下 离习 本身我就是足够明亮的人了 从来不需要去成为谁 有关记者发布会的内容 很快冲上热风 网友还没来得及敲键盘 就又迎来了重磅消息 当红小生伊藤城被曝剧组霸凌 还一次涉嫌偷睡漏税 柳如言给我打了不少电话 被我一一挂断 我坐在办公室 近代好戏开场 谁讲 霸凌 墙角一点点被扒出 粉丝还在嘴硬 我们阿诚背靠刘总 用得着偷税漏税 我看都是纪伯达请来的水军吧 阿诚快出来解释 给这些造谣的人发律师函 还有不少人跑到柳如嫣微博下 让他出来主持公道 柳如嫣确实来了 不过不是澄清 我和一先生只是普通朋友 有关偷税漏税相关部门自会调查 纪伯达才是未婚夫 之前只是在闹矛盾 短短几句话彻底断了伊藤诚的后路 随后有人发现 伊藤诚各大平台的账号也一一被封禁 偷税漏税算是被落实了 舆论开始反扑 有人说伊藤诚心机 法治咖 从前那些用在我身上的恶言 纷纷反噬到他身上 柳如嫣也难逃口诛笔伐 网友指责他不作为 甚至有人怀疑最早就是他先出的鬼 伊藤诚是柳如嫣牵下的 此番难免牵连 整个公司被整顿 里里外外将一人查了个遍 还真查出不少不干净的事 柳氏股票狂跌 我动手亲自发了一条微博 不与劣迹公司合作 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利用舆论的人终将得到反噬 而我这个舆论的受害者 也收获了满满的歉意 既是股票回升 产品销售额也比往常高了不止一倍 还有人扒出了我演员17当群演 跑龙套的视频 网友纷纷跑到既是官博下道歉 至此 落幕 柳如烟在赌 赌我够爱他 所以一步步试探我的底线 他像个绝望的赌徒 悬崖了马 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挽回我 给我惊喜 给我亲手做了蛋糕 甚至还买了戒指 突然想到一句话 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 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和柳如烟依旧是高讨论度人物 他的举动像急了一个迷途知反的妻子 包揽热搜 哇 现实中追赴火葬场了 其实要是我肯定原谅了 这么好的女人 纪伯达还在这摆架子 以后别后悔 角色互换 思考后的结论 我觉得是困扰 没有一丁点感动 不管他的本意如何 但他的举动将我架在了道德的高台上 无论我原不原谅 都会有所谓 正义使者 跳出来指责我 到底是爱 还是习惯 根本说不清 柳如烟每天换着电话号码给我发信息 反正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统统拉黑 倒是柳爷爷给我通了电话 答答 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 但如烟真的很爱你 只是用错了方法 作为如烟的爷爷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 两久才开口 爷爷 每个人都会犯错 我为曾经的扭捏 用了六年的时光来买单 所以他也应该为他自己的错误买单 曾经的我 因为能成为柳如烟的未婚夫而高兴 现在的我 只因为能重新成为自己而高兴 爱任何人的前提 都应该是先爱自己不是吗 电话那头的人叹了口气 是如烟没服气 达达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午后的阳光格外刺眼 透过落地窗 洒在身上 暖洋洋的 很多事情 其实早就有了答案 将暗告白 一开始我根本看不到那个巨大的广告牌 眼里心里都是柳如烟 或许只是被拒绝后 给自己的失败找了个理由罢了 我还是见了柳如烟 就在公司楼下的茶餐厅 有些事情 确实要当面说清楚 也要给我们这六年画上一个句号 我到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坐在窗前了 清黑的眼圈 布满血丝的眼睛 隐隐飘散的酒气 和记忆里的那个穿白T恤 泛着柳檬灶脚味道的女孩大香敬礼 柳如烟搬出来一个大箱子 里头装满了各类高定装饰 有手表 有皮带 手表上的钻石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得人眼生疼 还有被他摔碎的杯子 已经粘好了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裂痕 他拉着我一个个看 这是你22岁 我想送的生日礼物 这是情人节礼物 这是我们订婚纪念日礼物 这是 够了 我出声打断 都不重要了 看着这些东西 心中难免酸涩 泪意上涌 不是为柳如烟难过 是在六年的青春感到不值得 日夜期盼的东西在此刻落实 他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也知道怎样能更好地伤害我 语言总是带来错觉和冲突 我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起身做事要走 如果你找我来 是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不必了 柳如烟猛地站起来 椅子在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轻轻扣住我的手腕 无名指上 过去六年那里也曾戴着一枚戒指 后来被我丢进了垃圾桶 摘下来还不到半年时间 指尖所剩痕迹不多 这就像我一直抱着希望 不值又倔强坚持六年的过往 轻轻一抹 便消失殆尽 柳如烟显然也注意到了 嘴唇孽如 声音黄黄 像是拿出了所有的勇气 答答 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 甚至比你先注意到我还要走 可我害怕 我不敢说出口 更不敢说爱你 我怕将这些爱意宣之于口 你会视宠而交 会抛弃我 不要我 就像我母亲一样 将我丢掉 其实将案那天晚上 我后悔了 所以我主动开口 说要联姻 我想嫁给你的 我是爱你的呀 我只是 太害怕了 所以答答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害怕失去 所以选择不给予 前几个月的我 听到这个都会很难过 很感动 但是现在的我 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 像是听到一件不重要的事 有些话不能共情 就像有些人不能同频 现在的我 将这定义为不爱 我轻轻摇了摇头 抬手拎起边上的茶壶 将茶水倒进了那个 曾经我宝贝不已的杯子 茶水慢慢从裂缝中渗出 看着柳如烟眼角的泪珠 我轻叹了一口气 柳如烟 哪怕修复得再好 再细小的裂缝也是存在的 过期的船票 如同一张无用的白纸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要学会平静地 接受人生中的事与愿违 你是可怜 但也不无辜 他大概是听进去了 我要走的时候 他没拦我 午后的阳光明媚又纯粹 隔着玻璃窗 柳如烟却显得那么瘦虚为民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接受 自己不被爱和看错人的事实 每每夜深工作闲暇 我总会问自己 如果重来还会不会这样学 我觉得会 不服输才是我的个性 才是纪博达 将那些盘根错节的线条捋顺厚 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再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是在新闻上 他整日酗酒 全然不管公司的事 上个月喝酒喝进了医院 伊藤城现在星途彻底废了 分掉娱乐新闻 继续奋斗 撕掉身上黏着的一张张标签 用我的能力带领着公司往前走 努力 辛劳凝聚着大家的认可 现在公司已经没有人喊我季少阳 他们都叫我 季总